下次我们转的是机器的第四个扶手 这个是一个控压机 控压机从这边接过来的话 限时接到这边的 这是第一个口接口 接过来之后 咱把这个打开 这个目前是一个锁住的情况 把它的话它的气节松掉了 这样就是合住的 这个就是一个锁住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往上提 这个调的是一个空气的压强 往左拧它可以调高 往右拧它可以调低 调完之后 然后把它往下压 好 这样空气就锁住了 这里就动不了了 其余部分像这些部分 都是装机自带的时候 师傅已经设定好的 也可以拍一下气阀 目前是一个工作情况 接下来也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个气板连接的 连接到这边 再过来 再过来 连接到 再连接到这边 再连接到这边 这边过来之后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刚刚串略的这个地方 这边也是需要气道连接的 连接完毕之后 整台机器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